這個才叫對話嘛 他在跟支持者選民對話嘛 好我們待會兒會讓你看他口誤 待會兒在搶那個重點是什麼 這才是我們想看到的政治人物 因為你所講的是要你所思所想啊 你不是來給我拿木料 準備好的稿在那邊給我念嗎 那你這樣算什麼勒 那就不是你 那就不是你啊 換任一個人來都可以啊 然後一個副總統辯論 然後兩個人美國槍 我才搞不懂在演哪一齣欸 什麼意思啊 我們現在要選什麼 但現在要講但 趙少康的自由開火確實是會有他的風險 為什麼他要說我口誤扣20分 因為今天自由開火 你如果沒有犯錯的話 大家會把重點放在你的心雲流水 但你只要出了一個邪 你的政敵你的對手全部都會往這邊打 所以你看民眾黨跟民進黨這兩個讀稿機 開始在笑說啊你口誤啊你口誤 這只會講這個點 因為他們自己的內容乏善可乘 自己做不好怎麼辦說別人爛就好了 這就是綠白的策略 自己做不好說別人爛 那柯文哲講就好了不認同 吳欣穎都提早講完 然後柯文哲說啊沒有啦 要想講講完就好了 不要在那邊湊時間啊 什麼叫湊時間各位 10分鐘很多嗎 請問10分鐘多不多 我一個人可以在這邊講60分鐘欸 10分鐘很多嗎 10分鐘很少 而你要跟大家報告是什麼 你對於這個國家為了願景 只花10分鐘更不夠 如果你的稿念完了 講出你的所思所想吧 這是好不容易 第4年才一次人民給你的寶貴機會 讓你跟人民報告你想要做什麼 40秒能不能講 能講啊 那你為什麼要直接跳過 直接不要了 代表你根本沒有料嘛 你就只能看著稿嘛 沒有稿子你就什麼都不是了嘛 否則今天稿子念完了 你40秒趕快啊 你對於台灣的未來 難道你只有9分20秒嗎 再多都多不出來了嗎 擠不出來了嗎 講不出來了嗎 所以高等者不用跟我亂掰啦 怎麼湊時間 我就問一件事情 你一個人要選副總統 對於國家的願景 竟然只有9分20秒 然後沒有稿子就吐不出來了 胡扯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說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就不是捐啊 公益信託的受益人還是他自己啊 那怎麼叫捐呢 這是障眼法啊 第三個片 二二八坪的公園 公園小樓 不是公寮 所以我到澳洲看過 到美國也看過 他舊的礦區 那都是保持原來礦場的狀況 原來那個工人住的那個地方 非常非常擁擠 非常擁擠 非常可憐 而且怎麼可能 你現在看你怎麼看得出來 是一個公寮呢 怎麼看出來他能夠 這個懷念紀念 不是啊 我跟你講各位 就是為了杯葛李全教 我沒有辦法接受就是說 三個人顯而意見照康的表現才是最好 而且他的口條就是 口條跟閃眼方式 他是對的 然後今天兩個讀稿的還好意思 在那邊指著人家罵 我覺得各位我們做人要講究一點是非對錯啊 今天你一個學校的presentation 你好朋友去 有一個人他可以從頭到尾不用看稿 行雲流水的介紹完他的作品 然後有一個人結結巴巴的從頭到尾釘著稿一直念 我不相信你會跟我講說 行雲流水那個人他可能念錯一個數字 念錯一個環節後來趕快更正 然後念稿的人表現比他好 你如果是學校老師在評分數 你不要騙我了嘛 是非取直啦 我講坦白的無信你就是爛透了嘛 他這個表現根本連立委都選不上嘛 而且各位 我知道你喜歡柯文哲對不對 你可以喜歡柯文哲 這我沒意見 柯文哲講話他很常會這個東錯一點西錯一點 然後非常有梗很辣 然後很會掌握媒體的脈動 這我都認同 但你喜歡柯文哲對不對 但不代表無信你就好啊 你們在那變邪教了嘛 你這樣跟過去你批評藍綠有什麼差別呢 因為你不是批評藍綠 就說反正大家只看顏色嗎 都不講是非嗎 那只是今天如今再多一個白色嘛 然後叫網軍在聊天室留言底下刷一排說 他無信超棒 but are you serious? 認真嗎 各位都不要騙人 今天如果吳欣穎不是民眾黨的 今天他如果是國民黨的 他如果是民進黨的 覺得大家把它修理翻了吧 不是嘛 那你如果說要有一個第三力量 中間力量 然後最後玩到後面變成是藍綠白 然後反正只是再多一個 多一個極端的 性者狠性 多一個意識形態 那就只是把台灣再分裂成三塊啊 台灣本來是兩塊 你現在把它多分裂成三塊而已啊 我們講點是非道德對錯好不好 我真的很講震驚的 這不要鬧了 在那邊刷什麼無信很棒的 我知道他瘋了 大丈夫一言九鼎說捐就捐嘛 那賴清德也說過啊 他在立法院 他在行政院長 在立法院說的啊 他說我是一個台獨工作者 我在任何職位不會改變 任何職位不會改變 所以啊 如果大家擔心台灣的和平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賴清德當選 兩岸會比現在更好嗎 還是更壞 你想想看 美國為什麼請 蕭美琴來做賴清德的副手 因為不放心賴清德嘛 所以齁 賴清德他是台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大家要考 對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嘛 原本標題 今天標題應該都要這個 所以你說口誤有沒有扣分 有啦 因為本來的標題應該是要這個啦 這是趙少康設定的嘛 賴清德是台灣和平的恐怖分子 我認同 清楚啊 好那麼賴清德前天在這裡 就在這裡啊 那不是這裡的 民視的這個政見發表會 在政見發表會場 他說啊 他說趙少康曾經說 把副總統當成總統再選 趙少康提出的政見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照單全收 但是我們看不懂 究竟誰才是總統候選人 民眾無法接受 副總統破壞憲政體制 架空傀儡總統 我要提醒侯友宜 提醒你總統是不可能有保母的 賴清德兄 我沒有那麼可怕 我們立法院也同事過 對不對 我有那麼可怕嗎 你沒有聽過一句話叫 世衛知己則死嗎 侯友宜既然挑了我做他的副手 我當然全力以赴 我當然選副總統也拼我的命 希望他能夠當選 我相信蕭女士一定也很努力在幫 賴清德助選 賴清德一定不希望說 哎你副手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你這樣休息就好 我自己來 不會吧 這邊我補充一點啦 趙大哥忘記一件事情了 賴清德的口號叫什麼 美德贏台灣 蕭美琴呆在頭上啦 先講蕭美琴才有賴清德 美德贏台灣 OK 蕭美琴才是他的保母 是他的兩岸國際政治的保母 沒有蕭美琴這個保母 美國沒辦法安心 沒有蕭美琴這個保母 賴清德會想要走入白宮 沒有蕭美琴這個保母 賴清德會是一個務實台獨工作者 嚇死人 真沒辦法 蕭美琴也是這媽的 這樣 他說他不再認同 不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不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搞什麼啊 都一樣 毒上加毒好不好 所以呢 侯友宜當然是總統候選人嘛 有什麼問題 否則的話 前天是我跟賴清德變 怎麼是侯友宜變呢 賴清德就攻鄉 你變的人就是侯友宜啊 另外呢 賴清德不是第一次喔 他之前也在講 開記者會也在講 口口聲聲 什麼傀儡啦 保母啦 用心很惡毒 他想要分化 想要挑撥 拍人家也做很多事情 不好 我請問賴清德 請問蕭美琴女士 賴清德的政見是他一個人想的嗎 不需要跟很多人討論嗎 不需要集思廣義嗎 都可以自己一個人想 我不想 都 我跟你講各位 這個 現在台灣政治就變很奇怪喔 以前就是 真的是政治會強 那現在全部都幕僚化了啦 我坦白講啦 我把那三張稿抽掉對不對 各位 我把吳欣營三張稿抽掉 你請他現在 在記者會面前 來跟我講 三段的重點是什麼就好 稍微唸一下就好 唸不出來啦 信不信 他連背都不想背 怎麼會有人這麼懶 賴清德也是啊 那你好歹背搞吧 連背都不想背 好不好 那蕭女士賴清德提蕭美女士做副手 比侯友宜提我還長 那這段時間賴清德都沒有請教蕭女士的意見嗎 蕭女士都沒有提供什麼意見給賴清德嗎 那提供賴清德就是傀儡嗎 那蕭女士就是賴清德的保母嗎 這很奇怪嘛 我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賴清德的鋼幣自用 我仔細去翻過 侯友宜的證件 我提出來的 不到他的三十分之一 他有很多證件啦 等一下我要自己講 大家報告 我在這邊再強調一次 賴清德不要挑撥了 我跟你說 我跟全國的民眾報告 賴清 各位你知道誰不會口誤嗎 你知道誰嗎 CheckGPT不會口誤 AI不會口誤 讀稿機不會口誤 人就會口誤 好不好 各位我再講一次 CheckGPT不會口誤 AI不會口誤 讀稿機不會口誤 所以我們要選擇這三個嗎 來來來來來 趙大哥要來了 好好好 給大家報告 我在這邊再強調一次 賴清德不要挑撥了 我跟你說 我跟全國的民眾報告 賴清德當選就是總統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闆 欸各位這不是我故意安插的喔 你知道這廣告跳出來 民眾黨會跟你講什麼 你們可以了 你們主流媒體都欺負我們 為什麼要把我們阿伯消失44秒 那個什麼什麼電視台出來共 喔 跑去說人家故意消失他 剛剛還好他是趙薩康 對不對 那國民黨是不是要叫出來 你這 順平請上轍出來 為什麼趙薩康講到你半年要給他進廣告 賴清德不要挑撥了 我跟你說 我跟全國的民眾報告 賴清德當選就是總統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闆 喔 他是我心目中的掃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長 所以才能大贏林佳龍46萬票 他將來一定是一個最好的總統 謝謝 各位趙道康你看他講到這邊 他其實他其實一直在想著猴耳影 所以 他根本沒有注意到自己講錯了 我記得我上次有一次也是這樣 我上次 喔對對對 我跟你講各位有一次我錄影 我在那個 鄭志先知道 然後我看著那個桃園的議員 然後我明明要講光復桃園 結果我講成光復高雄 然後等到他們提醒我說 那個宇軒你剛才講錯了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說沒有啊 我就想的是桃園啊 我就看著那個桃園的議員 應該是牛許婷吧 就牛許婷 我看著他我介紹他 然後結果我嘴巴講光復高雄 然後我完全沒有認知到 我相信趙道康也這種狀況 就他沒有啊我講的是侯友宜啊 就是因為他前面一直罵賴清德 他罵到自己都忘了 他根本沒有沒有想到 所以跟他年紀也沒有關啊 我曾經也做過這種事情嗎 老趙年齡是我兩倍多耶 對不對 我指不到他二分之一 但我也做過這種事情 那就是難免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老趙後來怎麼回應 心目中最好的新北市長 來來來來來 看到這個 另外一邊 大家好 剛剛有個口誤是吧 因為太氣了 看到這個賴清德那個228評 居然叫做公寮 那很難不生氣了 所以剛剛有點口誤 我再喊一次 侯友宜永遠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闆 侯友宜原來是總統 我是副總統 當然是侯友宜 侯友宜是我心目中的 掃黑英雄 再講一次喔 侯友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闆 是我的總統 是我心目中的掃黑英雄 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闆 是我心目中的掃黑英雄 他永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總統 最好的新北市長 好請大家 我建議啦 因為本來他講這句話根本 Nobody care 你知道嗎 他如果說沒有口誤 這句話就這樣過去了 也不會是新聞 新聞可能是會 這個 這個是 說賴心的是台灣 台灣的和平恐怖分子 對不對 那我建議趙大哥之後呢 這開玩笑蠻好笑的 你就自嘲 自嘲沒問題 你以後接下來 記者會每一天遇到記者 第一句話就說 來來來各位我再講一次喔 侯友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boss 好不好 每天你就 聯訪之前先講這一段 大家一定覺得好笑嘛 鬧一下 鬧一下 鬧一下就沒事了 反而大家最後記得 就是好啦好啦 侯友宜是你老大 是你boss 好不好建議 等等等等 你罰三遍嘛 這個 這個 之後每一場受訪 都可以 都可以講個三遍 侯友宜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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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有什麼問題 提問來請問 報寶審問一下 今天總比賽的兩位 主組的 現在對於什麼 我們想要去 我覺得都表現不錯嘛 都這個 中規中矩喔 我想該講也都講喔 那 呃 我想表現都很好啦 也都很稱職喔 所以我後來才會說嘛 將來我們執政以後 也希望能夠延奶他們到政府來服務 還有哪一位 哎這個口誤當然就不好了嘛 口誤就應該扣20分喔 你們覺得怎樣嗎 謝謝 謝謝 不過我已經盡量 因為事情就很多人警告我 說你是男生兩個美的女士 你一定要很客氣 一定要很幽默 一定要面帶笑容喔 等等等等 所以我已經盡量 盡量 事實上我 基本上沒有對他們做什麼攻擊嘛 我基本上都是賴清德啦 賴清德啦 賴清德比較重要啊 因為很多 賴清德是總統候選人嘛 很多政策是他提出來的 董事長 剛剛有說網友覺得說 今天是政見大表會啦 認為說你好像政見有很多阐述 好像不要這樣 也有啦 當你在 在 反駁 你的特別賴清德 或是民進黨的時候 其實你的政見就出來了 你是 光一直談政見好像有點枯燥嘛 大家聽聽 聽了三分鐘以後可能也不想聽了嘛 其實我準備了很多政見 可是後來我發現 那個場合 有工房嘛 因為 小美金也提出很多質疑我們的地方嘛 所以一旦有工房 就比較熱鬧喔 但是實際上呢 其實還是提出蠻多的政見 兩岸的政策啦 國防的政策啦 這個 解決怎麼樣解決 貧富不均的問題啦 其實我也都有提到 有開台灣 台灣應該變成一個區域的金融中心啊 等等等等 其實都有提到 還有哪一位 都沒啦 今天打擾這麼安靜 還是累了 太晚了 好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謝謝 好 各位 先到這邊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Beta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走開 快點購下單 不會 兩局 二局 超過